小蜜蜂 小蜜蜂在我们大多数人心目中都是勤劳的代表 但是可能也有许多人不解 为什么它们在遮人的时候 总是选择两败俱伤难 虽然攻击了伤害它的人 却也因此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这样真的值得吗 今天熊兄就带着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喜欢的话可以给熊兄点赞加关注 点亮你们的小红心哦 首先蜜蜂是社会属性极强的昆虫 一个完整的蜂巢中 有一只负责产卵的蜂蜂 有少量负责和蜂蜂交配的熊蜂 最多的当然是负责保育 筑巢来采密工作的工蜂 因为熊蜂和蜂蜂不具备攻击能力 所以一般遮伤人的都是工蜂 工蜂一般是雌蜂 因为不需要承担繁衍的工作 它们的产卵期便转化成了遮人的刺 也叫做视针 视针连着的不只是蜜蜂的消化道 还有大小毒线 部分肌肉 神经 以及一些腹部的内脏器官 而且视针最初的目标 其实是蚂蚁 黄蜂等昆虫 对上这些敌人时 视针是可以反复使用的 只有在遮人时 蜜蜂才会因为针上的盗刺 很难从人类较厚的皮肤中发出来 但又需要赶快逃离 才会扯出内脏死亡 所以它们一般不会主动攻击人类 而且它们的赤针 在离开身体后 还可以独立运动 继续抵御敌人 与赤针连着的毒脑 也会释放一种香蕉味的信号 告诉它的同伴们 敌人入侵的具体位置 即使敌人做了遮挡 也会轻易被认出来 如果这只蜜蜂是战死或重伤 这种紧接信号还会加速释放 提醒蜂群们 尽早做好战斗的准备 所以小蜜蜂们 之所以做出这样的牺牲 也是为了更好的守护 自己的家园了 好了 这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